第3集 保暖的冰屋 在冰雪凛冽的冬天,生活在北极圈里的艾斯基摩人是凭着用冰垒成的房屋熬过严寒的冬天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冰不是更冷吗? 那么艾斯基摩人的冰屋是怎样起到保暖防寒作用的呢? 首先,由于冰屋结实不透风,能够把寒风锯至门外,所以住在冰屋里的人可以免受寒风的袭击。 其次,冰是热得不良导体,能很好的隔热。 屋里的热量几乎不能通过冰墙传导到屋外。 再次,冻结成一体的冰屋,没有窗子,门口挂着寿皮门帘。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屋内外空气的对流。 正因为如此,冰屋内的温度可以保持在零下几度到十几度。 这相对于零下五十多度的屋外,要暖和多了。 艾斯基摩人穿上皮衣,在这样的冰屋里完全可以安全过冬了。 当然,冰屋里的温度比起我们冬天的室内温度要低得多。 而且冰屋里也不允许生火取暖,因为冰在零摄氏度以上就会溶解成水。